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的是正经事 姐姐 真的 我想说的是关于预购梦想咖啡吧的事 我有点新的想法 之前我不是和你说过想给默默办个话展吗 我觉得这事可以放在咖啡吧里 一方面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另一方面也为咖啡吧做了宣传 怎么样 太棒了 天哪 和平这追选太棒了 我赞成 超级赞成 你真的喜欢啊 那当然 你开玩笑 我可是默默的超级重视的粉丝 要不然这样 这个活动交给我做啊 行 那默默的话展日活动就交给你了 谢谢 太感谢了 就这么说定了啊 就这么说定了啊 我一定要给默默办一个超级赞的画展 要做默默的梦想成败人 太棒了 哎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我走了 艾米啊 干嘛 今天辛苦你了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你 哎 没有什么 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人这么支持我的梦想 其实之前我也迷茫过 我害怕别人笑我天真 但是有你这样大力的支持我 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好 没事 没事 客人对我那么客气 乖有点不好意思呢 这也是应该做的嘛 我今天也过得很有意义啊 哎 以后这种公益活动 一定跳上我 我随着随道 这么有意义干嘛不做 谁叫我们是 一起做好事的好搭档呢 好搭档 好朋友 来 加油 哦 啊 啊 呦呦呦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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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Oh what a beautiful day 我只是觉得那小鸭头挺不简单的 就不要把和张和平关度周末 成双入队的那头啊还扯着你 小太阳 我们真的可以共同面对所有的问题吗 好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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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一起来吃 要不要一起来吃 坐那边 翻尝一下 谢谢 我们自己吃吧 哎呀拍马蹄 不会挑个别的时间拍 拍马蹄自上了吧 哎 哎 艾米 真剑 不痛吗 但是你 快 快 我是艾米的头 我叫好剑 呃 剑是刀剑的剑 不要误解 嗯 真剑 你好 哦 原来你就是中剑呀 你跟艾米在商场的战绩 可是在我们市场部名称大正呢 都是艾米的功劳 我不过是跟着跑跑 真光了 哎呀 真剑 我们两个部门这老大 虽然是不合 但是不妨碍我们交往嘛 啊 交交流 交流 呵呵 你要多往市场部走动走动 我们市场部就缺你这样的 超级无敌美少女 呵呵 来来来来 哎呀 我的内线好事 三八 记得给我打电话 嗯 呵 哎呀 欣欣姐 啊 怎么了 咱们上会儿那段生意 怎么了 哎你快说呀 搞定了 真的 真的 哎呀 太好了好了死去好样的 不是成员界领导的好 我是你小跟班而已 好 你去跟沈总会吧 看好 请进 沈总 这是那个高利润的五星饭店 新装修之后的推广项目 这家客户比较难搞定 货比三家之后 不肯跟任何一家公司签约 但经过我跟苏子军的努力 我们俩还是把它给搞定了 非常好 继续努力 行 那我们继续努力去吧 这个椅子 你帮我挪一下 不要对着门口 不好不好 朝南 朝南风水好一点 朝南 好 程妍 你帮我把这里这个重新布置一下 我觉得不够温馨 你布置得温馨一点 重要的是风水 不要乱了风水 好 花 那个不植完之后你去买点百合花 不要白颜色的 不要白颜色 要粉色的 程妍 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我记住了 粉色的 沈总你放心吧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案子 你看他俩越来越有夫妻相 哎呀 你俩好得了 我 我去写下杯子 刚才在食堂干嘛不理我 好尴尬 不是他们都说说笑笑的 我过去他们紧张 破坏气氛何必呢 真的假的 今天晚上怎么带手 对了对了 田总刚才找我有事 我忘了 你帮我杯子收一下 我再收 不看我还是不看我 根本不想看我 你说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呀 可以跟我分享 什么 什么意思啊 太过分了 习惯 不是应该在这个练习吗 这个练习还没到 为什么不离合去了 习惯这个什么样的东西 不是我PPT做完了吗 哪有啊 沈总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现在弄得我腰酸背痛 哪还有时间做私活呀 这个女人太难触摸了 难怪她嫁不出去 她最近身体不好 有点脾气也正常啊 你也别多想 说不定人家有男朋友了 你说这个女人这么神秘 会不会是自己男朋友 端不上台面 要不然是个小狼狗 要不然自己是小三 不管是哪一种 绝对是那种 一闹喜闭扭来就特别闹心 所以就冲我们发脾气 你怎么说这么难听 肯定不是的 你怎么知道 我 哎呀我就觉得不是嘛 我觉得不像 我别那么八卦 你现在跟赵兰应该是恋爱甜蜜奇啊 你怎么吃起冰淇淋来了 这不是你的郁闷专用食品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在热恋期 可是现在变得极奇怪怪的 你说 她现在不主动联系我 而且还有点躲着我 我也不敢主动联系她 你说我前两天都在做梦 亲爱的 我告诉你 如果一个男人跟你恋爱 他依旧风度偏偏 自信满满 越发迷人 而你这边呢 猜来猜去 无计可是神魂颠倒 对不起 他还没有爱上你 而你 已经泥足身陷了 而且 你听我一句劝 爱情就像战场 你不能让他觉得你已经深陷进去了 他对你冷淡吧 你要对他更冷淡 这第一场战斗呢 就决定你们俩要谁掌握爱情的主动权 所以 你要学会 拿得起 放得下 你们都这么说 看来真的是这个道理 对啊 可是我现在 拿得起 放得下的 只有这个勺子 我想抽你我 赵先生 听你这么说默默的情况 确实是一个好现象 对于一个自闭症儿童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那他有没有可能恢复症状 这个我没法回答你 自闭症在医学上 还没有完全查出病因 不过我们现在的治疗是正确的 我建议呢 我们还是继续观察 但是不要用药物 毕竟像立胚童这类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啊 副作用实在是很大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倒建议可以尝试一下按摩 我倒建议可以尝试一下按摩 针灸或者是中药 有很多患者啊都得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有现在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案 我也觉得都比较适合默默 我之前呢听说有一个叫大自然疗法 他和默默送到乡下跟他爷爷带在一起了 但是我总觉得 孩子老跟爷爷 我就是不知道默默现在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我把他带在身边呢 如果可以的话 父母能够陪在身边 当然是最好的 我听你说过默默很喜欢画画是吧 对对对 我倒建议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通过美术来治疗 这跟高频音乐治疗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比较新颖的治疗方案 不过任何的治疗方案 都有一个周期 你们啊一定要有耐心 这我知道 这个地方是一些治疗的方案 还有资料 你啊可以拿回去看一下 没事 谢谢你 应该的应该的 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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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检查结果出来没有 嗯 出来了 没事没事 我都是胃疼来差点被药 这个胃老这么下手不是办法 你抽一段时间出来 好好调理一下 啊 你来医院 你生病了 不是 我来咨询一下默默的医生 他怎么了 别紧张 别紧张 默默最近非常好 我来问医生她是 有没有可能痊愈 有可能痊愈吗 对 医生说呢 还不能给什么承诺 但是默默是朝非常良好的方向发展 听医生都这么说 妈妈你病得快要死了 医生也要给你击我 干什么呀 那么回馆 要我送你回去吗 不要不要不要 我开车来 好 那你 你小心一点 好 喂 陈小姐 王总 你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我把方案都发到你邮箱里了呀 方案我是收到的 是这样 公司的预算也下来 不是很高 所以 想问你价格是不是还可以商量一下 有你这样的吗 价格都是事先商量好的 你怎么可以把我给你方案之后 你还给我讨价还价呀 我也是为难的 毕竟第一次合作 我想你退一步 我会让你 我们今后 还是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何况 我听说 你在安德森那里的薪水 多了 我给你的价格 足足离你两个月的薪水 这样一点 不为过吧 你还在背后打听我 当初大家就是因为彼此信任 才说交了方案之后签合同的 你现在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哎呀 陈小姐 你别生气嘛 我打电话 就是和你商量商量 是 事先怎么都和商量 你事后再这样就是要挟 陈小姐 你这话就难听了 这件事情 大家都投入下去 半途而非不是个办法 我们应该 获恭喜了是不是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这边还有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的话先逛到那边吧 还有这两个沙发也要搬上去 在哪里呢 你跟我来吧 这个是我的设计书稿 你看一下 有些意见 这个是吧台吧 那椅子放在哪儿 我很没有看到椅子的构图 我们的咖啡吧是 一个梦想 所以我想区别于一般的店面 这种座位我也不想按正常的方式排列 我想给它按独特的区域进行设计 很有特色 你说我们这么花心思的设计 那咖啡发开业的时候会有多少人来呀 我们需要购置多少张椅子呢 这个不着急吧 慢慢来 我们要考虑的不是说有多少人来 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大家来 来的人越多 梦想成真的几率就越大 我觉得咖啡最好可以免费去杯 有面包供应 而且有免费的网络环境 在这里呢 他们花上50块钱就可以坐上一天 这里既可以是创业者的多数天地 也可以是他们创作的地方 你要知道 创业者的创作条件啊 都是非常艰苦的 佳佳 我们越来越有默契了 我们本来就很有默契啊 我先回公司了 回头我会把我们需要购置东西的 清单列出来的 有你在 我放心 不要忘记下午的采访啊 赵总 你怎么来了 我记得今天你跟张总没有约啊 张总在里面 他在里面有事 我带你进去吧 不用了 没事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去找人 嗯 好 去吧 好 收票 吃看 你还有很疯 张总那么聪明 猜不到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赵总只脸一二 Amy呢是一个很单纯 想法很简单的人 她有时候分不清楚别人对她的好 是真心的呢 还是虚情假意 还是别有用心 我还以为一线公司分明的赵总是找我谈公事 没想到 是谈Amy 真的没想到 赵总 Amy对我非常重要 于公于私我都要保护她 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保护 赵总的意思是 Amy在我这受到伤害了 我想问赵总 于公你是她的上司 于私你拿什么身份来质问 男朋友的身份 我现在和Amy是恋爱关系 你知道了吗 这么说 你们的关系公开了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有必要向全世界公共吗 又不是舆论明星还炒作 既然你现在知道了 所以我希望你离Amy远一点 为什么 我和Amy是朋友 再说了 你来找我Amy也不知道 大家都是男人 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 你真的敢说 你对Amy的感情 仅仅是朋友吗 是 我以前是追捕她 不过她后来告诉我 你和她之间的关系 我就回归到朋友了 不可以吗 做的是好朋友该做的事吗 那你跟沈星做的是 离婚男女该做的事吗 我跟沈星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都过去了 你听明白没有 只要Amy理解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来关系 我看你还是没弄清楚 Amy对于我来说 不是外人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不管Amy是不是跟你在一起 只要她伤心的时候 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会陪在她身边 而你 从来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你对沈星负责的 还是对莫莫负责的 你把莫莫那么一个 需要关怀的孩子丢在乡下 你还到处逃避 你跟沈星离婚的事实 我告诉你张和平 你说我没关系 别扯到莫莫 我为什么不能说 你现在跟Amy在一起 你给的了她什么 你把婚姻当什么 你把爱情当什么 我告诉你 莫莫就是老天对你的惩罚 你把爱情当什么 那种人 我再凭什么把爱情给你 你平什么 用 谁啊 打呀 怎么不打了 为了跟你那么幼稚的人 大家显得我也特别幼稚 成果子 你要觉着自己有本事 你就跟我公平行程 你要想利用不过去撤去而入 你免了吧 你如果危险无愧 何必担心我撤去而入 沈总 哎沈总 你帮了这个 谢谢 转眼 啊 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的 进来 沈总你找我 为什么在外面接私活 抢公司的单子 你知道吗 员工手责上怎么处置这样的一个 我 完了 我完了 开开除 沈总 你听我解释 我是因为那个那个来找我的那个人是我的同学 就算是家人也不可以 这个叫做今夜静止 你不知道吗 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出去工作吧 建议你在我改变主意之前呢 马上消失 你们 妈 2 2 6 4 9 1 1 2 4 2 陈言姐 你怎么了 沈总找你说什么了 呦 这怎么了 又被领导批评了 我说陈言 这在职场上 你不会说话没关系 多练几次就会了 这能力不行吗 也没关系 多待几年门清 这人际关系不行呢 那更没关系 多请大家唱唱歌 吃吃饭就能搞定 可你要是做了什么 让领导不待见的事 那就真的只能 Game Over了 谢谢前辈教导 刚才沈总就是夸了我几句 弄得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将来还要面对他更多的夸奖 我要慢慢去适应 你看咱们陈言 这就是语动不同 连鼠像都跟别人不一样 鼠鸭子的 嘴比谁都硬 嘎嘎嘎 好你个真孙子 一个坏招就打坏我所有的计划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傻逼 这笔招 我迟早要跟你要回来 老大 诶 少总今天怎么了 怎么还带着口罩来的 或者是感冒了吗 哎 抱歉 抱歉 你不要去送杯水 什么的 胖花 我下午去学校发试用装 我去跟赵总说一下 嗯 这孩子每天都神人刀 进来 你这有事吗 赵总 你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啊 没有我 砍帽了 我怕传上你 严重吗 不严重 没事 你怎么了 你没话跟我说吗 你没话跟我说吗 没有啊 我上个周末啊 去看墨墨没跟你说 让你扫兴了 对不起 没事啊 你回家看墨墨是应该的嘛 你回家看墨墨是应该的嘛 你 有跟沈总说我们的事吗 还没说 没有 觉得这个条件不太合适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机会跟他说的 放心吧 是我胡思乱想了 我还以为 你没事没事 你没事就好了 没事就好 你为什么要拿那么多笔出来 写字 有好多文件在那边的签 你回去工作吧 中午要不要跟大家一起吃饭 我就不去了 你跟他们去吧 那我留下来陪你 好 不是 你跟他们去吃饭 你要是不去的话 他们会怀疑的 你留下来陪我 这不太会是这个办公室 对不对 我去吧 去了去了 我都 让他们看见 去了 去吧 那我回去 你说他们俩这是什么人 无关系啊 来 把电门给我拿过来 陈元姐 孙超哥老的话你别放心上啊 你别生气 气坏的是自己的身子 你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 不是我 苏子军 我现你三秒钟之内从我眼前消失 不不我 一 二 三 你还不走是吧 沈总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那个 苏子军人呢 他吃饭去了 等他回来呢 让他把这个送到张和平工作室去 沈总 让我去吧 苏子军下午还有企划案要做呢 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这不是你的包裹吗 是 但这包裹来得太迟了 我已经取消了这笔订单 你就这么自作主张地接收了 请问 接下来我要怎么处理 可是我并不知道你要推荐啊 那你现在我就知道了吗 把东西给我退回去 Jack 我只是帮你收下这个包裹 要拖回去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说了 如果厂家拒绝我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你是什么态度 什么叫你没法处理 我的时间不是用来做这个的 尤其这是你的私人物品 我好心当成绿干费 已经很倒霉了 你最好知道你在和谁说话 这东西是你签收的 我不接受 你必须想办法处理掉 什么嘛 根本就是在欺负人 我 你必须想办法处理冷冻 我 对 这是 你 你 感谢观看 简短那几句话 精疲但是非常幽默 他叫Amy 最近你们销售部的业绩 文部上升 很好 我希望新品上市之后 销售量也能够保持 同样的一个上升的态势 田总放心 到时候一定让你在亚洲 去扬眉吐气 不过 我想提醒 你要注意多和市场部的沟通 知道吗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到前台的Rebecca 两只眼睛哭得红红的 所以我就忍不住多问了几句 I know 我是骂了Rebecca两句 现在的年轻人 做事不用大脑也不用心 做错了事还太不及了 尤其是年轻女孩 大多是家里惯出来的 在职场上也不懂得尊敬领导 说两句就哭 一个年轻女孩 承受压力的能力是差一点 但作为领导 你要有领导的气度 说话可以委婉一些 你想一个前台接待 两只眼睛哭得红红的 你让来来往往的客户怎么想 影响有多不好 是 我知道了 我刁难的Amy 田总也没有找我谈话 为什么Rebecca的事情 她会积极地表态 要是 真是 柔导的 专人 我刁难的 那 说 小心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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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啊 你看看你的脸多嫩呢 这不好好的吗 你是没看见这遮瑕膏底下 隐藏着一张破碎的脸 你有点同情心好吧 那还不赖你自己 你干嘛非要用激烧法去刺激人家 那你怎么不换个角度想啊 明明就是照来心里有鬼的惊奇我质疑 你很输 我就应该换个角度再打你一顿你信不信 你说你们两人都那么大的年纪了还为我打架 幼稚 你才幼稚呢 你才幼稚呢 还没搞清楚人家什么状况就一头栽进去 搞得跟不可自拔似的 再说了 他要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给我打一架 有什么不敢说的 我就不会否认 就证明照来心里有鬼 他不坦荡 你快闭上你的臭嘴巴 什么不坦荡 人家 他正大光明呢好不好 他是 在办公室里不方便说 哎呀好了好了 这段咖啡我请啊 你就当没这回事啊 哎对了艾米 有个杂志要开设一个美丽质的专栏 专门写时下女性对生活情感 职场的一些感悟 我觉得你特别合适 就推荐了主编你来执笔 我 你干什么国庆玩笑 我不行了 写什么专栏 算了算了别给你丢脸了啊 你行的我对你有信心 就把你平时写微博的热情和才华拿出来就可以了 别闹了 我写微博的是我细手捏来的一些心情随笔 我写专栏我还差一转八千里呢 怕什么 又不是作文比赛 说不定能开采出你另一种才华呢 我再想想吧 再说了再说了再说了 喝咖啡 干杯 医生 你报告情况怎么样 不是很好 是恶性的 我目前呢 还没有扩散的迹象 按这个大小来说呢 应该是乳癌第一期 现在呢 马上手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了 面积不大 还能保住整个乳房 一旦拖下去 扩散到零八截 那就是第二期了 到时候不只是要整个乳房切除 还要化疗的 化疗 要不你再约一天 请你的丈夫来一趟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家人陪伴比较好 我也希望你呢 能够尽快做个决定 我好给你安排手术时间 千万别再拖啊 医生 我这种情况 会有生命危险吗 哎 也不能这么悲观 你看现在这个乳癌治愈的比例呢 还是比较高的 只要你积极的配合 未来呢 做定期是否复发追踪 其实你还就能跟正常人一样 去生活了 更何况你还有个孩子不是吗 为了他 你也要打起精神来勇敢面对 对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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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